水里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什么呀 这么一点点 再看看这一个 哇塞 这好像是一辆玩具车 但是怎么只有一个底盘呢 上面还有这么多青苔 放水里先把它冲洗干净 要喝 冲洗干净之后 竟然这么干净 看这里 好像是可以打开呀 难道是电池舱吗 我把它打开看一下 哎 好像不是电池舱 里面只有一个是贪黄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现在是放在里面吧 不是用电池驱动的 那是有什么驱动的 哦 我知道了 惯性动力车 那这一个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哎 我好像知道了 这不会是保险杠吧 试一试能不能装上 还真的是它的保险杠 但是 这有车底盘 没有车壳 这也太难看了 先把底盘放一边 让我来巴拉巴拉 看看能不能 找到它的车壳 我很想知道 这是辆什么车 怎么没有呢 哎 快看那里 这不会就是车壳吧 这是什么东西呀 长得也不像是车壳呀 哪有这个样子的车壳 但是看后半部分 像是车壳 再看看前半部分 哎 啥呀这是 那我来研究一下 诶 原来前面 可以合上呀 这个样子看 它就是车壳 比划一下 看看是不是它的车壳 哦 应该就是了 我知道了 这应该是一辆 铺撞变形车 撞一下 前面就能立起来 看 这里有一个卡扣 这里也有一个 我知道这个弹簧 有什么用了 应该就是安装在这里 用来支撑保险杠的 把它组装起来试一试 看看是不是 我想的那样子 诶 后面怎么卡不进去呀 诶 卡进去了 把车头合上 试试能不能卡住 哈哈 真的卡住了 来 随便捡一块 不要钱的石头 放在这里当墙壁 给小车加满油 看看能不能撞变形 诶 这怎么不变呢 把石头转过来 难道这不是变形车 再试一次 这金头也太大了吧 这些把自己给撞翻车了 但是好在 它真的变形了 这证明 我刚才猜的 一点也没错 这辆车动力这么足 你们说 我拿它 跟我的大脚怪特别 它能不能跑得过 我的大脚怪车 兄弟们 你们说用这个作用儿怎么样 前两天就有老铁私信我 说用炒鸡蛋作用儿 很给力 现在鸡蛋有了 但是谁来炒呢 大坤就亲自下出 给小鱼们做一份炒鸡蛋 虽然大坤不会做饭 但是炒鸡蛋我想还是难不倒我的 先把锅里的水给它烤干 然后倒入二两花生油 油温七成热 打入鸡蛋 哈哈 看我这手法是不是很熟练 接下来就好说了 拿着铲子就这么翻炒就行了 有点粘锅呢 老铁们 这样是不是就熟了呀 感觉跟我平时吃的炒鸡蛋差不多了 管它熟不熟的 冲出来吧 反正是鱼吃 又不是我吃 完美 以后看看谁还敢说我不会做饭 出发去小河 不错不错 笼子还在 先往岸边拉一下 提上来看看 放了一碗上有没有抓到白条 啥情况呀 一眼望去好像一条鱼也没有 先把笼子打开 我看见里面有小龙虾 把笼子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出来 好好检查一下都抓了点什么 我去 怎么又抓了一只大蛤蟆呀 笼子里面又没有放肉 它进去干嘛呀 小龙虾 你就别跑了 作为入侵物种 我是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听说这个个头的小龙虾 在市场上都要卖25亿斤了 这一只的个头稍微小一点 拿回去攒起来 攒到一斤的时候拿出去卖可好 哈哈 我就奇了怪了 怎么一条鱼也没有呀 我怀疑笼子里的鱼 都被这只大嘴的蛤蟆给吃掉了 把它弄到水里去吧 天气这么热 别再给它晒死了 把今天的诱饵 全都倒进中间的小网洞里 炒鸡蛋诱饵 我也是第一次用 效果到底如何 明天收笼子的时候就知道了 把笼子继续放在这里 安全起见 还是把笼子往里推一推 这就是今天收获的小龙虾 把它们就放在这个饲料鱼缸里吧 因为这个鱼缸里的小龙虾 实在是太多了 上次因为打架都挂掉好几只了 哎呦我去 那只龙虾什么姿势呀 不会是领了喝饭了吧 呦腿还动 起来 起来呀 哈哈 它竟然翻不过身来了 比乌龟还笨呢 哎呦 吓我一跳 一个鲤鱼打挺就翻过来了 笑样的 演员出身吧 满是白条的小河里 用笼子到底能不能抓到它们 养了半前的五条鲤 又莫名失踪一条 兄弟们 上次在这条小河看见好多白条 今天带来了笼子 试试能不能抓几条回去 先潇洒的把笼子打开 再快速的把拉链拉上 然后再小心翼翼的 把这个挂钩给挂上 注意了 最重要的环节来了 那就是放入诱饵 前面的动作再潇洒 不放诱饵都白打 搞定 妥妥的 先用打落神器测一下 这里的水深不深 目测不是很深 因为我是斜着放进去的 不是很深就好说了 那么就可以直接把笼子 溶到水里了 为了防止笼子被人偷走 用打落神器 时间往和中央推一推 现在是上午10点13分 老规矩 三个小时之后再来收笼子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 带上水桶 去看看用笼子 到底能不能抓到白条 天热也有好处 中午出来溜达的人少了 我的笼子丢的概率也小了 这又把笼子拉起来看看 到底能不能抓到白条 什么情况呀 怎么感觉不是很哇塞呀 先把水桶里 装上点水 把笼子打开看看收获 一打开笼子 就看见一条虾虎鱼 个头还行 不大不小 还不够我的大猫 塞牙缝的 先把它放进桶里 再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了 哎 这里还有一条小鱼 怎么都干扮了呀 这是什么情况 还有两个黑壳虾 也都已经干了 我就才放了三个小时 它们怎么都干扮了呢 哦 对了 估计是上次抓的 没有全部拿出来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 干扮的小鱼小虾呢 哎 除了那条虾虎鱼 什么也没有抓到 再往笼子里 放入一包诱饵 我决定把笼子 放在这里一晚上 明显再来看看 能不能抓到那些白条 可怜的大猫呀 这就是你今天的粮食了 虽然不多 凑合一下吧 嗯 我突然发现不对呀 我养了五条鲤鱼的 怎么就剩下四条了 这五条鲤鱼 我可是养了大半年了 再看看这条鲤鱼的身上 我去 怎么伤痕累累啊 不会是让大猫袭击了吧 大猫 你让我看看你的肚子 你是不是把我的鲤鱼给吃了 你看 它就是不让我看它的肚子 我感觉它有重大嫌疑啊 现在看见了 我去 这肚子里绝对是我的鲤鱼 你看躺着的时候都躺不平了 我还心心念念的 给你去抓小鱼吃 你竟然偷吃我的鲤鱼 先饿你三天再说 把诱饵放进钞往里面 真的可以抓到鱼吗 看到最后你可能不敢相信 这是昨天抓回来的小龙虾 经过一晚上的土泥 现在可以把它们放进鱼缸里了 这龙虾缸一下就热闹了 你们说这么小的缸 养这么多的龙虾能行吗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感觉问题不大 这些是昨天抓回来的泥鳅 总共有十几条呢 说实话 我讨厌养泥鳅 所以我决定把它们放生 就这里吧 河水清澈 是个放生的好地方 它们真得感谢我 把它们从一个脏兮兮的小河里 带到这么清澈的小河 瞅瞅 还有一条不舍的走了 直接趴那里了 上游那里 就是我以前经常抓受伤鲫鱼的地方 今天带来了超王 走 过去看看还有没有受伤的鲫鱼了 我晕 这里以前水很深的 怎么一个多月没有来 水变得这么浅了 这么浅的水也不可能有鲫鱼了呀 今天带来了打腕料 我决定把打腕料撒在这里一些 吸引不来大鲫鱼 吸引一些小鱼过来也行呀 走 再去下游看看 能不能偶遇一条大点的鱼 诶 你还别说 这不是有一条白条吗 抓条白条回去也行呀 白条游过来了 看我怎么抓住它 诶 我去 这白条冲净了吗 看见超王竟然会拐弯 把超王里面放上点诱饵 我就不信这些鱼 能抵挡得住美食的诱惑 以前也有老铁建议我 超王里面放入诱饵来抓鱼 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抓到鱼 我突然发现鱼都在下游呢 所以我得把超王拿到下游去 就放在这里吧 然后剩下的就是 静静地等待小鱼过来 等了好长时间 终于等来一条 我急 我去 这鱼反应也太灵敏了吧 我发现这些鱼怎么在这里聚堆呢 利物的往这么近 它们就是不过去 行 你们不过去 我过来还不行吗 把超王移到小鱼聚堆的位置 我突然想起 上游还打着窝呢 过去看看有没有鱼 这也不行呀 连个鱼的泳子也没有看见 莫非这里的小鱼不喜欢这种诱饵 再回来看看这里有没有鱼进网 它们竟然又跑到那里聚堆了 就是不进我的网 算了 看样子这样抓鱼是不行的 白白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一条鱼都没有抓到 把诱饵留在河里喂鱼吧 看见没 下游有一群一群的白条 明天我得想个办法来抓一些 放了一天一夜的笼子 能不能抓到红鲤鱼 快看 笼子里有个通红的东西 捞笼子就要捞上来一把屠笼 兄弟们 为了抓到那条红鲤鱼 昨天把笼子放在这里一晚上 一直担心笼子会被偷毒 不过看来还好 并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一个笼子 这就把笼子拉上来看看 有没有抓到那条红鲤鱼 哎呦 快看笼子里面有个红色的东西 是不是那条红鲤鱼呢 赶紧把笼子打开看看 怎么感觉那个红色的东西又没了呢 难道刚才是我看花眼了 先把笼子里的东西全倒进桶里 好好检查一下 有没有那条红鲤鱼 这里还有几只黑壳虾 把它们全都捡起来 先把网收起来 因为笼子太脏了 回去好好洗洗 桶里的水太浑 也看不见有没有那条红鲤鱼 拿回去倒进冲水里看看 这就是今天的收获了 还是没有抓到那条红鲤鱼 这一盒里面的是黑壳虾 盆里面就是今天抓到的小鱼 桶里的就是小龙虾跟泥鳅 开始我看见笼子里的红色 应该是小龙虾 白让我激动异常 刚才我在冲点笼子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个 不会是落在龙虾空里了吧 赶紧带上我的墙瓷 去龙虾空里捞一下 先把墙瓷绑在绳子上面 其实墙瓷对笼子的吸力很小 总好扔在笼子的骨架上的话 可以勉强吸上来 也不知道能不能捞到 我丢失的笼子 在这个位置下过笼子 先在这里捞一下试试 走你 拉回来看看有没有捞到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有 再来一下 这次扔的远一点 再拉回来看看 这次厉害了 直接扔到空的中央了 哎呦我去 你们看我吸上来一个绳吗 一把修计斑斑的大铁刀 这不会是江湖上 十川一九的屠龙宝刀吧 哎呦吸的还挺紧 我去 不用点力气还真拔不下来 看这把刀的修计 应该是在水里泡了很久了 拿这块石头试试刀的威力 可以啊 石头都能砍碎了 以后这把刀就叫屠龙刀 拿回出租屋 有哪只小龙虾不听话 就用这把刀伺候 因此手lardan责将 从心在证论尺 一定要转抬